是什么呢?哇,倒是被呛瞎,然后遇到尴尬的场面了 这是第十五届国家文艺奖的这个赠奖典礼 昨天是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 那么马总统遇到的情况就是呢 人家在那边要颁发国家文艺奖 那么大家都要上台 可是呢,得主曾道雄他不愿意上台接受建国百年纪念笔的礼物 他也不愿意跟马总统握手合照 他只愿意呢,站在底下,然后就拱个手致意 他不愿意上台 那么马总统离开的时候 钢琴家周芳如又在门口对他呛响说 你不要只读四书五经嘛 是不是可以要求全国中小学七八堂课是改上译文课呢 来看马总统如何回应 主持人都唱名了 得奖人歌剧艺术家曾道雄就是不愿上台 拱手不握手,让台上马总统一脸尴尬 就连原定五人大合照也临时成了四个人 曾道雄给马总统碰了软钉子 事后透露自己是得奖人 进场却被要求安检,觉得无理拒绝 而且马总统致辞一讲十分钟 自己只有短短三分钟 不知是不是遇上突发状况 马总统致辞也突贼 把得奖人张作记电影名念错了 张作记记先生的作品 我是看过 爸爸你好这个句号 爸你好吗念成了爸爸你好 念错名够糗了当场遭纠正 没想到离场又遭钢琴家周芳如拦路陈琴 在课堂上的第七堂课第八堂课 都可以邀请各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到学校去进驻来上课 不要上四十五金吧 马总统要求教育部推行的四十五金 却被周芳如当面呛下 原本是要对艺文界表达关心 没想到却遭遇一连串尴尬事件 这一天马总统要笑